哈囉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買了有一段時間的 飾品 陶寡的飾品 那因為大家知道我其實是沒有耳洞的 就是我沒有穿耳洞 所以我要戴的耳環都會是假款的 那在賣場裡面呢 一定會有真式的耳環 但假款呢就不一定有這麼好找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些耳環呢 就是賣場裡面已經有 夾式的可以下標了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那這些飾品我都買了有點久 所以如果大家看喜歡的可以往前翻 看看說不定會有照片 是我有戴過的 這一次主要挑飾品的風格 我是以比較秋冬的款式為主 然後呢盡量找一些比較特別 比較沒有這麼有氣質的款式來買 但是也是有買到幾款是有珍珠的那一種款式 因為我平常在家裡面的飾品 都是以珍珠還有花的比較多 那這一次我就買了一些 顏色比較跳 然後比較亮的 比較大顆的飾品 第一個耳環是 Billy瑞麗家買的耳環 是一個很可愛的耳環 價格是19塊 不會很怪 很可愛對不對 這是那個MM小豆子 然後加上黃色的流蘇 這樣超級可愛的配色也很秋冬 來戴看看 很好看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歡流蘇的飾品 應該看得出來 這間店我還蠻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會幫你整理同一個系列的飾品 比如說我這個是以黃色為主的飾品 你們看 它就是會有以黃色為主的 然後放在同一個賣場 有沒有很貼心 像是有綠色的啊 豹紋的 學院風的 它就會幫你整理在一張圖裡面 感覺上了很多新品 我等一下再來逛一下 那不一定是所有的款式都可以改夾式 可以聯絡一下賣家 或者是它上面有一些會直接有耳夾的選項可以選 那就直接選 那我通常的話是不會特別的選 因為我就是找有賣耳夾的直接買 那這一款我覺得它是比較 休閒比較活潑的款式 所以你就可以戴一個簡單的T恤 然後戴個帽子 我今天這衣服不太適合 好 第二款是這個 之前直播帶過的 這一款是這裡面最便宜的 好像是六點多塊還是七塊錢吧 看起來比較簡單 然後也是比較 屬於比較低成本的材質 它是銀色的 我平常比較喜歡買金色的耳夾 但這一款是蠻銀色的 然後它這邊的格子是布料的 所以應該是還蠻堅固的 整個看起來很大方很簡單 我覺得戴起來的那個感覺還蠻吸睛的 雖然它很便宜 但是它效果有達到 不錯吧 那這一間店叫做聖美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會 一樣會有像上一間 同一個色系的排列 但是這一間它賣的東西 更多一點 就是 種類比較複雜 就是有綁頭髮的啊 然後妝耳環的盒子啊等等 就是 種類比較多 我逛起來比較沒有這麼順暢 然後款式的話也比較不好挑 就是你要 你要一個一個慢慢的看 才可以看得到 喜歡的 飾品的量也是 非常非常的龐大 所以你可以逛很久很久 重點是這一間店它的價格 真的就是 非常便宜的價錢 就像這個 只要6點多塊錢而已 再來是這個 它送來的時候就是這個包裝 然後可以從旁邊打開 這一間店是比較貴一點 它算是那種原創商品的商店 這個大家應該也有看過 那它裡面是像這種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材質 它是硬的 很像陶土的材質 但是它是硬的 顏色超級鮮豔的 結果我發現我今天穿的衣服 好像都不是很配前面這幾塊耳環 實測 我應該穿比較修閒一點 戴起來這樣 非常的有存在感 然後配色是比較 夏天一點的配色 那這個耳環呢 它的重量其實是蠻輕的 只是說 它的那個尺寸真的就比較大 所以 我戴它的話是 還蠻常會掉下來 你這邊就要鎖緊一點點 我覺得很大氣很好看 夏天的時候戴很漂亮 那現在秋冬的話 可能就可以選一些紅色系的買 這一款的價錢是73塊 算是這一次你要買最貴的 也是我 耳環買了那麼多 算是高單價的耳環了 那它就是 整個是原創的耳環 應該是吧 商品就都是用這種材質 像這樣子 然後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形狀 再來這個是39塊的 然後它長得非常非常的華麗 這是兩邊不對稱的耳環 裡面還有送一個 這樣的 防塵袋 還蠻貼心的 外包中也是有用這種 泡棉的包裝包起來 所以很不太容易壞掉 給大家看喔 這一款我還沒有戴過 因為它太華麗了 我找不到時間戴它 這一間的商店名字叫做 小夏獨壽 然後他們家 我也買了幾頂貝雷帽 等我一下 好好看喔 很秋冬的配色 那我買的是兩邊不對稱的耳環 這樣 那這一邊的這個下面是有刺繡的布料 然後上面是一個毛球 毛球就 感覺不能夠被毛看到 應該會整個 爆開 那這邊的話 我喜歡它的毛球 它毛球做的很紮實 這個地方是皮革的 然後我再戴一下 他們家的帽子 他們家帽子 我第一次是買這兩頂 這兩個顏色 因為我很喜歡戴貝雷帽 但是很多貝雷帽都會軟軟塌塌的 縱使他們在網頁上面寫說 他們是超厚版超硬體 我現在目前戴最後最後的一頂貝雷帽 是有一頂粉紅色 但是它已經絕跡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買到它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了這一頂 這一頂還是沒有個粉紅色的厚 但是也是我買這麼多以來 算是偏厚款的貝雷帽 然後我第一次買了兩個顏色 然後第二次買了三個顏色 然後戴起來的白型也很好看 然後比較不會有這麼多這種凹槽 就輕輕抓一下就可以起來了 然後比較軟版的貝雷帽 就是會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像這樣 然後要推好久好久好久 它才會推得挺 但這一款不用 就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讓它太凹 或者裡面可以塞一點點襯紙 喜歡這也是好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頂新買的顏色 這裡還有一頂 這裡面我只有塞襯紙 有聽到聲音嗎 有這個 米白色的 目前戴這三頂戴起來都很好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趕快去買 我其他兩頂 因為它那個收到的時候有一股臭味 所以我 放在陽台通過 耳環的部分啊 它是可以買一樣的也可以買不一樣的 那我是買不一樣的回來 但是 我有一點點想要再買 一樣的一組 就是可以 戴兩邊對稱的 因為這兩邊 都還蠻美的 但是 戴起來不對稱的感覺 好像 好像沒有戴對稱的好看 你們覺得呢 你們看起來好像也是蠻習慣的 這間店我買了兩個飾品 但是我突然間找不到另外一個 我直接開圖片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有看過我戴那一副 這副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它 我只能戴另外一副給大家看 這間店的價錢也是便宜的喔 它平均起來大概是 11到14塊 我這一款是買了11.99 就是12塊 這款我超級常戴的 因為它真的太好搭了 它上面是木頭的 然後下面是 有點雞皮的那種流酥 有沒有 有沒有 超好搭的 然後戴起來又很修飾 如果大家再選耳環 然後想選這種比較大的 可是又很怕顏色選不對的話 咖啡色就是最好的選擇 咖啡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你不管是穿得很氣質 還是說很有活力 比較青春一點的話 搭咖啡色也都很OK 那秋天的話咖啡色當然是 不二人選 這個價錢很便宜耶 12塊很超級 因為它真的太好搭了 它賣場裡面也是那種 各式各樣什麼都有賣的 但是耳環好像比較多一點 照片的話看起來是 還好一般般 所以它會摳很多圖片 然後可能是打版的耳環吧 耳環的種類也是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觀光看 因為它的價錢真的是 還蠻厲害 OK 下一位 好 最後一間店 買了三樣東西 來看看是哪一間店 這間店叫做 廳下復古手工耳環 那這間店的風格比較 是我平常在網路上會買的風格 就是比較氣質 然後以金色 還有珍珠為主的那一種飾品 像這樣子比較典雅的風格 然後它整體照片的拍攝 非常的一致 然後很漂亮 它拍攝風格我也喜歡 那價格的話 比前面幾款還要再貴一點點 大概是18塊到30幾塊左右的價錢 那我來給大家看囉 它的盒子是這樣裝的 還不錯 那整個很有質感 也很適合送你 然後打開的話是這樣 這間店我就買了三副 啊 我找到我剛剛的喔 好了 再給你們看 有沒有 咖啡色就是白搭好用 上面站了好多毛 戴起來的話一樣很明顯 而且喔 有頭髮的話更明顯 因為那個金色會直接跟頭髮變成對比色 然後跟他說咖啡色的就太好搭了 有沒有 咖啡色 好像自己發現的一樣 好的 那我要來戴了 只是說我覺得這間店它的夾式耳夾 比較不精緻 不是說它的質感還是顏色不好看 是它那個耳夾 比起一般的夾式耳夾 還要再放大 就比較大款的夾式耳夾 所以這個夾的地方會非常的明顯 希望之後店長可以改 可以改買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這樣你們看這個 金色的耳夾的地方就很大一個 這邊的就比較小 然後這邊的就比較大 那種 雖然這樣肉眼看其實差沒有很多 但其實因為耳環其實是比較小型的飾品 戴起來那個精緻度還是會減少一點的 那這一 現在我戴的這個三角形的木頭 是這一次裡面買的 最便宜的款是 19塊的樣 戴起來也是很好看 非常適合聖誕節 眼一邊是紅色的 一邊是綠色的 是不是 觀眾我會信念咖啡色是無敵的 這個 酒紅咖啡的這一邊 看起來就是比較厲害 就比綠色的這一邊還要更明顯 然後更好搭一點 有沒有 咖啡色 厲害 反不反 來一直逼人家 接下來兩款是比較有氣質一點的款式 第一款是這個 我太喜歡它這個藍色珍珠了 但它的那個夾子一樣也是很大顆的夾子 可以聯想到有點像地球一個感覺 這邊有一個垂直的軸心 然後裡面的那個 珠子剛好是藍色的 淺藍色的很可愛 然後這個金色的那個 這個地方的金色材質啊 是有一點霧面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戴起來 是比較屬於氣質一點的感覺 我換一頂帽子好了 懶得 懶得把裡面的 那個 拿下來 裡面的感覺可以 可以再弄薄一點 就不要弄那麼厚 先這樣戴 好看吧 但是衣服的顏色不太大 因為我平常就比較多這種款式的耳環 所以 戴起來的驚艷感沒有那麼重 這個耳環感覺也是我平常會有的耳環 到底為什麼要買 它下面那個飾品的物件都還蠻細的 我看到這個寬寬也是蠻細 但是真的它的耳頰超級大一個的 有一點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還是很漂亮的 我看到下面會露出很大一節 那這一種風格的耳環就是比較 氣質一點 你要穿比較正式一點的洋裝都可以配戴 穿個黑色或者是白色的洋裝都還蠻配的 然後如果衣服變換成白色的應該也OK 或者是把帽子換成紅色的 好 把這個視頻分享完了 我真的好久 買好久 然後一直想說要分享要分享 好現在 這是很抱歉 好我終於把這些視頻分享完畢了 我這一次最主要逛 那時候在逛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買不一樣的店家 因為其實有一些店裡面我可以一次買很多個 就是我都還蠻喜歡的 但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分開買 然後讓大家 顯得沒事的時候也可以去逛一下 還有很多間店的話 就可以逛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好OK 那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完畢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訂閱留言 加分享喔 那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就歡迎大家加入